大家好,我跟尤達和拉拉 其實現在是白京的鋪目 這個鋪目是說什麼呢? 就是鋪門射馬8月25日開售 因為新一季的賽馬是9月1日開羅 現在香港是一個悲情城市 老實說,其實我們也沒什麼心機 去灑落的 但是我們換過一個mindset 就是我們要踏通天地線 幫大家想辦法,怎樣贏下會錢 所以你支持鋪門射馬 每個月400元,贏了錢 最好是拿一些出來 支持我們在前線的年輕人 那你自己的心態就會正常很多 就是這樣,尤達,你… 接下來下一季,我們繼續努力 上一季我們的成績都非常好 中國有幾十萬的Mati 有幾萬元的三重彩 四重彩,三重彩 我們接下來新一季,正如教主說 我們搭通天地線 會更加努力,量度一些好碼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今季,剛才你也說過 我們都是維持四百元 第三季,一毫子都沒有加過 希望大家可以幫到大家 你們又中到馬 要幫香港,為香港的未來努力 我們三個主持 我都會繼續埋頭苦幹 希望量度一些好東西出來 希望各位慶眾新一季繼續支持 到時候我們旭敏射馬可以繼續贏多一點 旭敏射馬,例無虛發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躍 身啟力行 隔空發功 旭敏射馬,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旭敏射馬,見面 好,今天是2019年8月29日 後日是8.31五周年 這個8.31,我想台長你也知道 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 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它是用共產黨的說法 它是有一個法律效力 這是一句頂一萬句 我們記得 它是一個釋法 一個就是人大常委會開會 然後作成決議 這個人大決議 亦有些寫在基本法上 有些相關的決定 它的效力是等於香港的問題 香港憲制結構 它的決定是等於基本法 即是那個效力 等於那個效力 所以2004年 我記得是4月26日 這個日子很敏感 那就是人大釋法 這個釋法在此之前已經釋過法 就是1999年 關於中審法院作了一個財權 然後人大常委會推翻這個財權 那次是第一次釋法 有關這個 就是居港權的問題 那接著這個釋法就是2004年 2004年 這個釋法就是針對這個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 那附件一、附件二說什麼呢 附件一、附件二就是 說香港的政制架構 就是在基本法規定了的之後 就是第一、二屆 那第三屆之後 它就可以按照附件一、附件二的規定來做的 那由2004年那個人大釋法 就是解釋附件一和附件二 其實就等於修改了附件一和附件二 所以包括民建聯在內 他們都認為07、08雙普選 提出一個這樣的訴求 寫了在民建聯的政綱、黨綱裡面 結果呢 2004年人大釋法 就否決了07、08雙普選 接著到2007年 人大又作了一個決定 最近就 這個曾鈺誠寫了一篇文 就說人大 就是07年的決定 就等於推動香港的民主 是有意義的 有正面的意義的 因為他呢 就給了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 以後最終呢 這個行政長官都是由普選產生 而立法會最終呢 都是要前面直選的 這樣 但是呢 07年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我現在全部都是憑記憶 大家可以上網查這些資料 不過我要說八三一的時候 我就要將前文後理 或者背景 要跟大家說一說 07年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就等於變相否決了2012雙普選 我記得在08年那次選舉 小弟有份參加那次立法會選舉 整個民主派的政綱是甚麼來的 2012雙普選 劉慧卿說是不能退的 你明白嗎 2012雙普選 甚麼都不行 甚麼都不行 天生一副眼骨頭 然後我笑了很久 然後就反面了 就是這樣 那鄭學成就抽我水 今天信報的那一篇 他說我真的可以將敵人化為盟友 但大部分時間都將盟友變成敵人 就是抽我水 是不是 那不緊要 還是怎樣 出得來就走 是吧 就是沒所謂的 是吧 但是他說 最近他見到我跟余若薇吃眼 他當然是老眼分花看錯 我真的 除了去年還是前年余若薇來做節目 前年來做一次會客室之後 我是沒見過余若薇的 OK 就是這樣 他說最近 他見到甚麼 你猜他 見到我跟余若薇吃眼 就很好聊 他這樣就死了 現在七月 你真是不懂解釋我 好了 說回2007年的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其實等於否決了2012雙普選 是吧 就是再推翻頭就是2004年那次選舉 就是這個長毛和大班當選那一屆 兩個高票當選那一屆 就是整個泛民的政綱是甚麼呢 因為他2003、2004年都有幾十萬人上街遊行 他以為可以 應該在地區直選 他最少 過半 過半 整個立法會就不能過半 因為 因為他一直都過半 直選 過半 不是直選過半 是整個立法會議席過半 OK 所以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台長你可能不清楚 功能組別三十席 地區直選三十席 那泛民一直都過半 在地區直選 是吧 一直都過半 他希望在地區直選 可以拿到三分之二的議席 所以在新東就有一張鑽石名單 湯家驊 你明白嗎 那次就是湯十一 拘捕那次 人家要爆他的醜聞 然後關門 哭到 混蛋 帶著老婆 是吧 所以你看到湯十一 今時今日的表現 你就會想回那件事 所以我到現在為止 都耿耿於懷的 就是 當初你有份在閉門一起談 這些民主派 你是有責任走出來 說清楚 究竟這個陳陸是甚麼的醜聞 他現在緊急條例 這一個 都是他打算的屎招 很清楚 一吹風之後 接著他就去答記者 他說這個不會影響 香港的國際形象 說這些東西 這個是正一全家產 湯十一 我告訴你 就是他獻計的 林鄭月娥在整個行會 信幾個人 一個就是湯十一 一個就是羅志剛 一個就是林鄭才 另外一個就是陳志思 其他那些行會成員 他就當你是透明的 我說的 我不用道聽道說 我全部有屌 你都不要有正有據 我告訴你 是嗎 真的 是嗎 即是 你湯十一又幫他獻計 那時我經常揭露 你記得吧 DQ那些人的參選資格 也是這個 吳家產想出來的 是嗎 全部都是他 最獨立的招數 喂 你DQ那些宣誓的那些人 根據107條 那好吧 你入稟法院 那法院就 屌你了 做了幫兇 是嗎 那就DQ了一些 就是當選的議員 柔衛禎 梁仲恆 是嗎 包括梁國雄 等人 羅冠聰 是嗎 屌你了 你真的DQ人的參選資格 是一個選舉主任可以做 這條條條就是湯十一 想出來的 現在他是想這條條條 要屌你了 教我林鄭和香港攬炒 這個傻子真是 屌你了 我沒有湯家驊 你真是人渣 用人渣兩個字來形容 都不足以形容 這個混蛋 屌你了 你做了什麼壞事 被人渣了春袋 即是你這幫泛民主派 2004年那一幕 有份 屌你了 閉門 在想想怎樣處理這個危機 是屬於泛民的危機 因為你其中一人 叫做湯家驊 屌你了 有醜聞 當時東周刊已經做好稿了 準備出街 後就被中聯辦禁了 你們這幫人是有責任走出來說 因為現在這個傻子是作惡的 他現在想的那些計劃 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你現在把責任當然把全部推到林鄭那裡 林鄭屌你了 都要有人跟她憲計 分析給她聽 你明白嗎 她是法律的東西 是嗎 屌你了 如果DQ這些參選人的參選資格 剝奪我們香港人的政治權利 這條計劃就是湯十一想出來的 你記不記得 還沒正式去DQ這些參選人的資格 之前 她已經開始說了 違反基本上說這些東西 屌你了 你真是 是否是正陷家產 是嗎 屌你了 我真是不知道要說什麼 粗口才可以屌你了 不可以聲討這個傻子 是嗎 人渣真是不足以形容她的 我告訴你 所以你泛民主派根本就是 孤式養奸 中辱養惡 現在她站在你對面不特意 她還要利用她跟林鄭月娥的關係 她現在擁有的權力 屌你了 她將香港推向一個危險的深淵 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就是你湯家華這個傻子 我告訴你 現在你又出席 你教她用百多年前殖民地這條緊急 條例 不是 簡稱緊急 不是 她有一條條例 根據這條條例去立法 而這個立法是不用經過立法會的 OK 她跟行政會議就完成了 她說是就是了 那我們最早說的這個是 那個要害的地方在哪裏 封鋪拉人 這些台是封鋅的 如果立緊急法 那我的說法呢 我就要學師徒老人的說法 快點做 立刻做 應該做 不做你真是混蛋 你老母真是 你老母化為三代勵鬼 陷家產 扔你這個街 屌臭你老母真是 你不敢做你不是人 股票跌一萬點 我擔保 你老母看哪個傻子 我沒有股票的 我不能死 現在為了一些朋友經常跟我說英文 沽貨 我沒有貨 我沒有貨可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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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幾年了 我告訴你 是嗎 我貨可負的股票時 是九十年代初 拳經磅磅磅 好嗎 即是往事已矣 這些是 我為何經常沒機會 在界裡見到他 我告訴你 我一定吵咬他 我一定羞辱他 我告訴你 我就不會像現在那些傻子那樣 去捕咬人 去打人 是嗎 下一節我們說一下 就是現在的黑幫 針對性 這個黑幫 就不僅僅是黑社會 這個黑幫要加一個引號 包括政府 OK 包括那些所謂親中的愛國分子 是嗎 是有計劃 有組織 針對性 去襲擊 那些 遊行教授 甚至那些學生領袖 現在傳說有一張名單 有張名單 因為這些人 每個人認得他的樣子 有些人會跟勾他 你明白嗎 那一見你落單 有些地方他就可以吵咬你 就可以動手 現在還要在警署旁邊做 就是擺明 還要找一些南亞裔的人 南亞裔現在吵咬你了 所以我呢 我告訴你 我們基於人權的角度 對於這些酷刑聲稱 我過去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現在老實說 吵咬你了 我們這些南亞販毒又有 吵咬你了 打家劫舍又有 現在做打手又有 就是這些人 吵咬你了 現在香港政府還要養他 浪費米飯 你知道嗎 休息一會 我們說 有些人 有些人 就好 就是 我